這是Public Goods 還是Public Goods 第一個Lighthouse是燈塔 燈塔在海上引導的船隻 特別是晚上的航道 屬於什麼呢? 應該屬於Public Goods 因為海上很多艘船 大家都可以同時享受到服務 所以應該是Long-Wide-Volent Consumption 你享受了燈塔服務 其他船隻都享受服務少到 所以屬於Public Goods 第二個Traffic Light 是交通燈服務 其實跟Lighthouse差不多 帶了指揮交通的車輛 那些人乘客 大家同時可以享受服務 所以 都是Long-Wide-Volent Consumption 所以屬於Public Goods 第三個是Book in Public Library 圖書館的書 借了一本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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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屬於Wide-Volent Consumption 所以Public Goods 然後第四個是Country Park 那個郊外公園 這個有些斟酌的 北郊外公園 例上 假設它容量很多 即是你要去郊外公園 行山 其他人同時可以行山 就不是你行山 少了一個山 少了郊外公園 被人走 所以某個程度 其實屬於 接近Public Goods 我覺得 也是接近Long-Wide-Volent Consumption 你享受交易公園 其他人同時都可以享受交易公園 數量不會少了 還有Ambulance Service 救護車服務 你發覺救護車不是這樣的 因為他接了病人 可能要直接送去醫院 所以 就不會同時間 除非是一個大賽 一個救護車接幾個人 反正救護車通常都會接一單生意 不會多接幾單的 所以一個救護車服務 應付著一個病人 其他救護車服務的數量會少了一步 所以比較接近Long-Wide-Volent Consumption 所以比較接近Public Goods 所以這是一個例子 所以還是看看 是否是Long-Wide-Volent Consumption 一個人享受了Goods或服務 其他人享受的數量會少了一些 又或者沒有Concurrent Consumption 如果沒有Concurrent Consumption 不是很多人享受到 那些課外的服務 如果沒有的話 那是屬於Public Goods 有才是屬於Public Goods 做完這個Text 後面有些MC 你自己做過去就對過去了